13日蘋果股價連續第四天下跌來到192.23美元 從10月3日的232.07美元 迄今已經崩跌超過17% 短短一個多月內市值狂蟹1890.57億美元 大約是5.84兆台幣 總市值來到9122.08億美元 約28.19兆台幣 距離市值1兆美元越來越遠 外媒MacRod也分析 股價跌產品賣太貴是關鍵 因為零組元件價格大幅上漲 第二是新產品研發成本巨大 最後是銷量成長放緩 蘋果只能以更高價格進行彌補 原先蘋果認為的一個換機槽 並沒有合理的一個出現 中美貿易戰的一個後果 也就是說消費能力的往下滑 本身不想要犧牲掉 它本身享受的一個高毛利的一個什麼 一個地位 因為它一直認為 它是市場上的一個領導品牌 所以說它應該有這個資格 去享受這個高毛利 但是我個人是覺得說 隨著第二名的一個華為 用一樣的價格 但是好像產品的一個規格 跟所謂的一個什麼 一個所謂的享受的一個程度 都已經正面提升 甚至於說在評價方面 安兔兔的一個評分 都已經追過的一個蘋果的情況之下 若把蘋果產品相比 新款iPad Pro比起去年平均價格 上漲20%至25% 但LCD一金螢幕 64GB容量都沒有變化 最大的差別只在於 A12X處理器 只是一個月崩跌17% 抹去5.8兆市值 蘋果股價跌落深潭 光芒不再亮眼 多森財經新聞綜合報導